假性遇上真道具 周星驰竟被直接送进了医院 毒生里周星驰与吴君如有一场对手戏 阿星精神错乱 把吴君如夜窝下的一颗痣 当成了梦中情人奇梦 因此他们二人出去吃饭时 阿星就跟傻子一样 跟吴君如的痣说话 还为他吃东西 而在拍摄佐宋星为奇梦吃虾时 为了呈现出更好的效果 周星驰拿出一盒真的芥末 并吃了很大一口 正当众人一脸不可思议时 刘振伟一喊咖 周星驰立刻冲向了卫生间 更让人苦笑不得的是 周星驰被蜡的大声喊叫时 由于嘴张的太大 竟将下巴给弄脱臼了 于是刘振伟只能先暂停拍摄 将周星驰送到医院治疗 吴君如被外界称为女版周星驰 虽然在赌盛中戏份不多 但却是一个十足的搞笑人物 为这部电影增添了不少笑料 不过要说最强劲的还是吴孟达 这也是他与周星驰第一次电影合作 片中达叔擅长运用肢体语言进行表演 他饰演的三叔 无论是落魄 兴奋 以及贪婪 等各种状态都能让观众感受到人物的鲜活 值得一提的是 电影里阿星一喊三叔 他就会失控 还说是得了先天性失控症 其实原剧本中根本没有这场戏 看完剧本后 吴孟达突发灵感 自己加上去的创意 后来大叔还问周星驰有没有听过这种病 周星驰立即回应 当然听说过这让达叔瞬间笑喷 并探言 这是自己刚刚发明的病症 你在哪听过 此外 片中还有一场达叔男扮女装的气氛 或许是这副装扮太让人出戏 在正式拍摄时 周星驰 吴孟达 频频笑场 好不容易平复好心情 开始进入正题 没想到 剧组的灯光和场物又笑了起来 以至于这一幕 NG了30多条 好在最终呈现的效果还不错 此片过后 他们俩成为了几十年的黄金搭档 在香港电影史上 留下了属于他们浓墨重彩的一笔 很多人都知道 《赌胜》是刘振伟 跟风周润发《赌神》的作品 但相比之下 还是刘振伟的想法 更青出于蓝 而胜于蓝 起初主角左送心 制片方早已认定了 让梁朝伟出演 毕竟当时梁朝伟可是票房保证 而周星驰还没什么名气 可不巧的是 梁朝伟看完剧本后 觉得不适合自己 就蜿蜒俊学了 正在众人为主角焦虑之际 柳正伟无意中看到周星驰 在TV边演的戏 觉得他再合适不过了 于是剧组就赶紧联系了周星驰 得到这个天大的消息 周星驰欣喜若狂 而他也没让剧组失望 实习结束后 吴思远看了周星驰的表演 肯定的对他说 不得不说 教父的眼光还是很毒辣的 前面提过 赌尚是跟风之作 可赌尚和赌神 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刘正伟将特异功能 和赌术相结合 再配合周星驰独特的表演风格 完全颠覆了赌神的一本正经 显得既离奇 又充满想象力 如此绝交的创意 无疑是赌尚能获得成功的原因之一 此外 为了喜剧效果 刘正伟还在片中 添加了很多 刻意模仿恶搞赌神的场面 比如 三叔发现 阿星有透视眼的特异功能后 决定在赌桌上发扬光大 接着 他便照着影碟机 开始整理外形 而影碟机里 就是赌神周润发 另外一个最明显的地方 就是周星驰 刻意放门步伐 和略显作作的脱衣方法 也是在恶搞 周润发在赌神里的出场 据达叔所说 在电影上映的当天 他与周星驰偷偷溜进电影院 坐在一个小角落里 观察观众的反应 尤其在看到周星驰 慢动作走路的时候 观众们的笑声极其强烈 不足所料 赌神上映后 拿下了4132万票房 轻松超越周润发赌神的同时 还打破香港影史上票房记录 破香港票房记录的故事 是用四个几钟头 订完这分场 香港电影正式进入票房4000万时代 周星驰一夜之间 从新仔变新爷 随着周星驰名气的提升 片酬也跟着水涨穿高 从最初70万到上千万 新爷成功开启了一个属于他的时代 最后再说说电影的小彩蛋 就是电梯间里的这位阿婆 别看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配角 她的背景可是非常大 饰演这个角色的演员 名为钱四英 是中国第一代武打女星 也是红金宝的奶奶 据说此前有公司 想请钱四英饰演一位巫婆 不惜与剧组商量 用中润发交换 可见她的厉害程度 此外还有一位 未曾露脸的手厅演员 专门负责玩牌的特技场面 这位特技动作演员 名为江道海 被誉为亚洲第一特技舞址 除了在赌胜中做动作设计 就连周润发赌神中的特技 与天下无贼中 葛优徒手包鸡蛋的场面 都是江道海完成的 而就单从赌片方面来说 称江道海为赌神 一点也不为过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有想了解的人物故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